就从一月八号长起来吧 就是长起来一看水就没有了 上班也没洗脸也没刷牙就走了 完了进行长起来就上五月打下水 主管长起来到现在二十四家 也就是三十个小时没睡了吧 因为洗不了饭也做不了是不是 大小号也上不了 这个是最关键的 王先生家住杭州渔航中安理想湾小区 水管被冻住后 他只好带上两个圆筒 每天去楼下物业那里取水 王先生觉得家里的温度还没那么冷 户内的水管不太可能被冻住 就是外面的管子冻牢了 咱也不知道哪块冻牢了 让它管它也不管 它常常就是事然化开 天气好了事然就会化开了 反正物业就说不管水利公司不管 王先生家这个单元一层有四户人家 左右各两户中间是条通风走廊 室内水表景位于通风走廊左侧的楼道里 王先生家位于通风走廊的右侧 也就是说王先生家的水管需要经过通风走廊才能接到家里 可以看到走廊顶部有两根黑色的管道 王先生说左侧两户人家用水没问题 和他在同一侧的邻居家也停水了 采访时正好有物业工作人员来了解情况 现在目前咱们小区有多少户反应是水管被冻住了 这里没通气过 我们也是看一下看一下哪些没水的 如果要是有管道那个 有问题我们也会去处理的 你们会怎么处理 我就会包到工农部的 这位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 经过走廊的这部分水管 他们已经包了一圈黑色的保暖层 但是这样能承受多低的气温 他们也不太清楚 我们东北假如说这么处的水管六分的水管 要包这么处一个东西 像你这个东西你这包的菜 给它穿个单一单裤 到冬天你说它能不冷吗 你要给它穿个雨入服它就暖和了 现在我们也想各种办法尝试 业主家现在已经几用水的话 我们就是安排管家 有一些年纪大的或者是不方便来运水的 我们帮着他先把这个水 生活用水先给它运上去 管道我们也得想办法 也在看看想着各种措施吧 怎么能把它解决掉 因为之前降温之前 我们也经过水务 咨询过这个问题 他们也提醒过我们这边 我的需要是家里边长流水 就是防止这个结冰 我们这边也在业主群里边 包括我们这个电梯里边 也都贴了这个通知 记者也帮王先生咨询了 杭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我们水务的话 即便是过去的话 如果是您这个内部管道的话 就是说处理方法的话 基本上还是一样 只能说是您这边的话 盖上毛巾 然后浇灌温水 让它缓缓解冻 也没有说是特别一下子 就是说能把这个管道都给打通了 比如说就在桥里的那一部分 还有这种就是说暗处的这种 那这个的话也只能说是 等这个天气温度高了 然后等它自然解冻 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接下来先排查一下 小区停水情况 再做进一步疏通 邀报黄剑记者报道